TA沟通分析三自我状态 儿童自我详解 儿童自我的来源 儿童自我是个人依据童年的人生经历 所形成的一套行为、想法、感觉的反应情绪系统 我们看到儿童自我状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来源于人体生理的欲望、情感、觉受 主要是儿童时期的生活环境 给我们留下的思维和情感模式 包括婴儿及童年的一切自然的冲动 儿童期对待父母姐妹等人的行为与反应模式 以及自己和他人心理角色定位 儿童自我主要是涉及安抚、情感、自私的、好玩的、哭泣的 以及需要、动机等这些感觉 她总是把我们拉回到自己儿童时的感觉状态中 去思考、去判断事情 比如一位母亲 她正在大声地斥责喧闹的孩子 她眉头紧皱、声音尖锐 突然电话铃响起 她接到一位朋友的来电 马上就变得温柔 而且满面笑容 在这个过程中 分析这位妈妈便经历了从父母自我状态 到儿童自我状态的两个状态阶段 那我们知道儿童自我的形成的主要部分 是个人觉受、情绪程序的编写与成型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幼时的自己 它时常会跳出来指挥或者干扰父母自我和成人自我的行为 它如同录像带一样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 当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受到刺激时 往事的记忆就会历历在目 仿佛在放映录像带 包含曾经事件原始场景的所有声音和情绪 似乎发生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件事 包括我们已经以为遗忘的事 都被大脑如实地记录和保存下来了 有时这些在幼儿时保存下来的记录被触发 未经我们比较成熟的经验、知识和智慧来修正 原原本本地重现出来 我们就会错认为这是当前的感受和行为 例如朋友或领导因工作太忙 对我们冷漠和疏远时 我们会感到恐惧 准确地说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反应 可能是幼儿时期被遗弃的强烈恐惧感 而非对当前情景的如实反应 这时儿童自我的情绪、固定程序、取代和控制了我们的客观判断 那什么是儿童自我状态呢? 婴儿一出生 觉察力就集中在自己的需要和舒适上 他们极力逃避痛苦的经验 并且利用自己本来的感觉与外界适应 几乎是立即呈现出独有的儿童自我状态 此时父母自我尚未影响儿童自我 当一个人处于儿童自我状态时 他的行为、思想和情感都是其童年经历的重演 是一个人以自己过去、特别是幼时的方式 来思考、感觉、并表现的部分 儿童自我状态的人就像真正的儿童一样 倾向于情感用事 希望得到他人的准许和赞同 喜欢即刻得到满足 同时又非常具有创造力 当人在表现哭、笑、生气时 或者是对事物的幻想、创造发明时 都是在使用儿童自我状态 比如当我们欣赏电影时 心情随着剧情的起伏 而高兴、紧张、害怕等 女孩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会暗示男朋友送自己 或者与男朋友吵架时 因生气而哭泣或不理人 这些都是成人处于儿童自我状态 在运行的明显例子 如果我的行为、想法、感觉 就像小时候一样 那我就是在儿童自我状态之中 或者说 当我在感受和表现童年的一些行为时 我正处于我的儿童自我状态中 我要、我不要 我想这样、我不想这样 当有这些语言表述思想的人 常常是处于儿童自我状态 那儿童自我状态的人 所代表的职业有艺术家和演员 他们能很快地进入创作的灵感 进行一些相关工作的创作 那我们知道三自我的功能划分 把三自我同时又分成不同的类型 儿童自我 我们把它区分为 适应型儿童自我和自由型儿童自我 这是儿童自我状态的两种分类 那儿童自我的代表人物 我们知道有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 还有伪小宝 那什么是适应型儿童自我状态呢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从父母或其他 像父母形象的人那里 学到即使不喜欢铃鞠或父母的同事 也要对他们有礼貌 这样我们才会好过些 抹鼻屁时即便用袖子比较方便 我还是要学着用纸巾 从小的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爸爸不太喜欢我太吵闹 所以他在场的时候我会比较安静 而妈妈喜欢看我笑 不喜欢我哭和生气的样子 所以和妈妈在一起时 即使我伤心的很想哭 或者生气的想对她大叫 通常还是以笑容来面对她 现在我长大了 依然常常重复这些小时候 所决定的行为 以符合父母的期望 当我这么做时 我就是在儿童自我状态中的 适应型儿童自我 适应型儿童自我状态 是指人年幼时 为了使自己生存的环境足够好 便以某种方式 适应和顺从外界权威 所规定的种种规则 以达到存活的目的 同时多方可求别人的赞同 以减少对外在世界的畏惧和焦虑感 那儿童自我 适应型儿童自我 典型的表现是 听话 服从 讨好和友爱 小的时候 即便是在听话的孩子 也会有不满足父母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会感有内疚感 因为天性使然 儿童不想听父母话的时候很多 因此处于适应型儿童自我状态的人 内心常常充满自责 担心 焦虑和内疚 小时候 我们有时也会反抗父母 架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规矩和期望 当爸爸转过身去 我会对隔壁的小女生扮鬼脸 当没有人时 我偶尔会用袖子擦鼻涕 有时我觉得老是在妈妈面前摆出笑脸很烦 我就会整天闹脾气给他看 当我这么做时 就像是把父母的规矩丢在一边 不但没有顺从他们的期望 反而尽可能违背 长大后 我也可能以这种方式反抗 但自己却没有注意到这些行为是一种反抗 老板分配给我麻烦的工作时 我一直以没有时间来完成它 做借口 实际上我不可能没有时间 每个人同样一天都有24小时 在告诉老板无法完成工作时 我可能隐约觉得很爽 想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就像四岁时我怎么也不肯吃晚饭 妈妈再逼我也没有用 当我对家在自己身上的规矩 以这种方式反抗时 虽然表现方式完全不同 但我仍然在适应儿童自我状态里 孩子做与父母期待相反的事情 也是一种适应型的形式 因为他的反面仍然是以父母为标准 适应型儿童自我的反面表现是敌意 反叛和拒绝 之所以说这种反向表现也是适应型 是因为他的拒绝和反叛 仍然是以父母为中心 表现方式为大叫 哭闹 咬指甲 尖叫 碰撞 和在地上打滚 那适应型儿童自我 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 正面的适应型儿童自我 是秉持着我好你好的心理地位 主动适应 遵守规则 与他人友好相处 他所做出的 是对我们有益的行为方式 那中国成语中 恐容让离的表现 正是正面的适应型儿童自我状态 他们的特点是懂事 听话 服从 随和 乖巧 那负面的适应型儿童自我 秉持的是 我不好你好的心理地位 他们过分适应他人 并体验到较多的忧郁 担心 和焦虑情绪 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 就是这种类型 或者说 现在生活中 如果我们所重复的行为 不再适应于成人状态 那我们称之为 负面的适应型儿童自我 小时候我们可能会学会 要引起父母注意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哭闹发脾气 现在我长大了 可能有时还希望 借着闹脾气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是却忽略了 对一个成人而言 只要单纯地直接提出要求就好了 也有可能小的时候 因为自我夸耀而被妈妈斥责 或者在课堂上背书时 被同学嘲笑 于是我对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是不安全的 长大以后 被要求在众人面前讲话时 我会窘迫地脸红 舌头打结 心里想着我讲得不好 但是就此时此地的状况来说 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危险 而我也有能力好好地讲 每一个人在某些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负面的适应性儿童自我的方式 读到后边 你们就会了解 为什么是这样的 那TA帮助人改变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以新的有效的 适合成人的选择 来取代那些旧的 不适合的方式 那适应性儿童自我状态下 常用的语言是 是的爸爸 是的妈妈 可以这样吗 我想这样 或者负面的是 我不干 我就要 为什么不 我不管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自由型儿童自我 自由型儿童自我 是我们的行为 从小时候与父母的规定 限制 无关的情况 所做出的行为 他的典型是天真 冲动 自然 自发 自我为中心 富有创造力 好 那我们来看 当人处于自由型儿童自我状态时 他会表现出上述的特点 他会像以自我为中心的婴儿一样 追求 快感 并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 有时 小时候的行为和父母的压力完全无关 这时 我既没有顺从父母的期待 也没有反抗他们 只是单纯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比如我养的小老鼠死去的时候 我伤心的流泪 当小朋友推我一把 我生气的把他推回去 因为有趣 我花好几个小时看故事书拼图 并不是要讨好父母欢心 而是自己喜欢这么做 长大以后 有时我的行为 也像这种完全不受别人影响的状态 那这时候的我 就是在自由型儿童自我 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 他大多数时候的表现 都是典型的自由型儿童自我 那自由型儿童自我 也是分正面和负面 正面的自由型儿童自我 秉持的是我好你好的心理地位 他们有创造力 有爱 好奇 并且精力充沛 有时他们这些行为很有用 可以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 像孙悟空 他在绝大多数时候 表现的都是正面的 自由型儿童自我状态 小的时候 当我们决定要配合父母 绝不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成人后自己不知不觉 遵守这个方式 可是压抑生气的结果 可能是陷入忧郁或全身紧绷 经过治疗后 我决定在生气的时候 把情绪表现出来 或者是打沙袋 或者是跑步 把多年埋藏起来的 自由型儿童自我的能量 释放出来 之后我觉得舒服多了 身体也轻松了 许多人在长大以后 也是这样 把许多儿童自我中的感受 如伤心 害怕 对身体接触的渴望 埋藏起来 当我们在安全的环境里 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种正面的 自由型儿童自我的行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负面的自由型儿童自我 它秉持的是 你不好我好的心理地位 这样的儿童自我形式 会让人缺乏边界意识 行为放纵 做出的行为是负面的 影响伤害自己和他人 如 我在正式的宴会中 大声打嗝 虽然满足了儿童自我的需要 但破坏社交礼仪的结果 必然造成自己也不愉快 还不如忍住 或者有更极端 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 比如 在拥挤的路上 高速骑摩托 这些都是负面性 自由儿童自我的行为 它可能会 危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 在人际交往中 那种很少顾忌他人需要的人 往往是负面的儿童自我 比例占得比较高的人 比如大学速写中 那些熄灯后 不保持安静 而只顾自己听录音 打电话 用电脑的同学 那些轮到他值日 却总是不做的同学 还有总是用别人东西 总要别人为自己做事的同学 都归类于此 那自由型儿童自我状态下 常用的语言是 真爽 我真高兴 太好玩了 我就喜欢这样 我不高兴 我不想 为什么不 我才不管 那儿童自我状态的优点呢 是在工作和学习中 它会让我们具有自发性 创造力和直觉力 这些都是工作成就和学习成绩的基础 我们需要适应性儿童自我的状态 去遵守生活中的游戏规则 同时也需要自由型儿童自我状态 为我们提供创造的灵感和生活的乐趣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叹逆型儿童自我状态 帮我们做到独树一帜 独立特性 儿童自我状态是具有两面性的 从好的一面看 它意味着创造力 好奇心 探索精神 感受力 爱心 活力 热情和好学等 当一个人的儿童自我状态中 好的一面发生作用时 它在做人和做事上 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那儿童自我的不足是 当一个人被儿童自我状态中的 负面或者消极面支配时 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就会变得感情用事 任性 自我为中心 懦弱自卑 并且缺乏控制 在那些极端的粉丝身上 表现得最为明显 几年前 演员流姓天王的粉丝未追星 导致其父亲跳海自杀 当时 这个粉丝就是处于一种 负面的儿童自我状态 任性跋扈 自我为中心 结果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别人 如果我们缺少儿童自我状态 就会是呆板 僵化 缺乏活力和热情 比如我们的儿童自我过度的话 就会因为自己的任性 没有规矩或依赖 讨好 而让人觉得不舒服 儿童自我状态的自我为中心 服从 情绪化 对大人言听计从 以及适应过程中 产生的恐惧感 内疚感和羞耻感 又可能妨碍一个人的健康成长 好 讲到这里 儿童自我的详解 基本上讲完了 那我们知道 正因为每一种自我状态 都有其适应性 也都各有优劣之处 所以重要的是 在我们了解它们之后 正确地分配 并应用我们的时间和能量 使我们的三自我状态 与时间和地点相匹配 好 谢谢大家